华为大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 可能面临引渡美国受审 中共大为紧张 除了加拿大领馆要求放人外 12月6日中共外交部也发声叫放人 因此又分析指 孟家大小姐正牵引另一场中美大战 而加拿大也被牵连在其中 因为加拿大不理睬中共的愤怒 依然应美国川普的要求帮川普抓人 另外川普早前也施压澳洲英国等同盟 要他们阻止华为成为加拿大5G装备供应商 理由是存在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 任正非的女儿华为CFO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逮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时间12月6日晚回应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的理由做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孟晚舟 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5日报道称 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 逮捕了中国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穆尼罗表示 孟晚舟被捕事件显示了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即使面对中共的愤怒 加拿大也愿意做出正确的行动 华为一直被认为具有军方背景 为中共向全球渗透窃取他国情报 纽约时报6日报道 此次事件或在中美贸易战争的基础上 引发中美通讯战争 就此美国参议院军事和银行委员会成员 参议员萨斯在一份声明中将孟晚舟一事 直接与华为神秘背景联系起来 纽约时报说 萨斯表示中共正致力于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文章说 有时中方的侵略行为得到了明确的国家支持 有时通过许多北京所谓的私营实体进行活动 美国和我们盟友不能袖手旁观 美国人感谢我们的加拿大伙伴 逮捕了中国一家电信巨头的首席财务官 因为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参议员卢比奥 也在给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份声明中 称赞这起逮捕行动 并再次敦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禁止采用华为的5G技术 其实早在今年10月 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奥纳 曾双双致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要求加拿大追随美国和澳洲的脚步 不要让华为成为加拿大5G装备供应商 如不禁止恐怕会干扰各国的情报共享 并削弱跨境电讯领域的合作 美国怀疑华为违反对伊朗的制裁等 向其他国家销售产品 目前正就此事展开调查 此外美国方面怀疑华为中兴等 中国通信设备企业 接近美国通信网络 窃取美国的军事产业相关核心信息 美国以网络安全为由 总统川普更在8月签署法案 禁止美国政府人员使用华为产品 同时华为也在英国、日本、印度等 全球多个地区被封杀 美国还向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同盟国施压 阻止他们使用华为设备 早在2012年 美国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就直接指称 华为可能涉及间谍活动 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曾制裁和华为几乎同一地位的中心 之后获得中共高层利保 今次中共也绝不可能放弃华为 美国选择在中美贸易领域开始 为期90天的重头谈判开始之际 逮捕华为公司创始人的女儿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向北京施压已换取重大的让步 同时美国也意在表明 华盛顿在各个领域与中共的对抗 并不会因90天谈判而缓解 要说一下的是 孟晚舟的母亲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首人妻子孟君 她的父亲孟东波 曾任中共四川省副省长 华为的另一灵魂人物董事长孙亚芳 曾经长期在中共国家安全部任职 有传她的身份是国安部代表 以我集合为中有什么可能 未经许多伎学问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